就是我这个采访的主要想让你讲一下 你大概在2000年左右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开始第一次拍摄电影 然后到你这几部作品 直到2019年整个这样子一个事业 电影事业发展的一个过程吧 然后中间包括制片啊组建团队啊 还有电影发行这些细节的事情 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谈一下 比如说在大概是两年到了北京 然后第一件在北京做的跟电影有关的工作或者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96年秋天就来了北京 但是在95年的时候就写了自己的剧本嘛 就在家乡写了自己的电影剧本 那时候19岁 我那96年来北京的时候是20岁 带了一个电影剧本 那个来的北京 找那个中系或者是那个电影学院的老师 我想让他们看一看我这个剧本 就有没有可能能拍成电影 完了 就找到那个老师 帮看 完了他们其实就会告诉我 这个还不能成为一个剧本 其实完全是出于就是我对那个电影的爱好 那个时候是那个国营厂时代嘛 就是电影都是交片拍的 完了都是电影制片厂那种国营机构 那个时候的制作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就是我想做电影的话 我可能就只能从那个编剧的角度 来干这个事儿 来了北京就是剧本让人看了之后 人家告诉你 就是那个电影学院的老师 告诉我说就是里边有一些情节还挺生动的 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就可以拍摄的剧本 完了只有一个准备嘛 就是带着剧本来了 完了之后剧本还不行 就不想那个就来了就离开北京 因为对北京还是那个有一些向往嘛 我就在这儿那个变成一个外来的那个务工者 就在这儿工作 就是做宾馆服务员啊 做推销员啊 完了之后去广告公司做业务员啊什么的 完了其实变成一个外来的一个务工者 那个是很轻松的 就是因为随便找一个工作都可以有地儿住 有地儿吃饭 就是相当于找一个工作让自己能在这儿生活 完了也能就更近的那个就是接触那个就是首都这个文化氛围嘛 但是就是我们就这种外来的人完了想要做店这件事儿它就变得没有可能性了 因为那个国演场啊就是学校毕业分配啊什么的啊 我们不是读电影出身 完了所以就是差不多到2000年96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 除了那个就个人就喜欢阅读啊 完了喜欢去看那种小型的那种摇滚演出啊什么的那种就是二十多岁就是那个时候的爱好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嘛 完了就正常生活 我们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嗯时间的节点是2000年初就是DV时代来了 呃在2000年初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影展就是中国独立影像展第一届 第一届都中国独立影像展在北京点学院标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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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